在上期节目里小编为大家介绍了在疫情期间贷款买房的一些知识 相信很多小伙伴对是否要在疫情之下投资买房心里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么今天的节目小编总结了一些对于第一次购房的小伙伴们在学习储蓄首付 申请抵押贷款购买房子等等的一些策略 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借鉴和参考 准备购房小贴士根据你现有的储蓄你的收入开销来弄清楚你能在一所房子上安全的付多少首付 承担多少的贷款债务再来设定房屋购买的价格范围和房子户型 如果你有了计划买房那么你应该尽早的开始储蓄计划 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对于购房首付的需要 同时对于入住费用比如留出一些钱用于及时的家庭维修升级和家具装修 许多首次购房者认为他们必须首付20% 但事实远非如此 调查显示首次购房者的平均首付只有6% 如果购买一套25万美元的房子 那首付只需要15000美元 如果平均首付远低于20%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告诉你20%的首付是最低的呢 这是因为20%的首付可以让你不用为所谓的抵押贷款保险买单 房屋抵押贷款保险是一个额外的费用 它往往是几百美元每月 简而言之大额首付降低利率降低月供 小额首付买房者很快开始建立他们的房产净值 会保留更多的储蓄以为不时之需 2.按揭贷款选择贴士 你的信用高低将决定你是否有资格申请抵押贷款 并影响你的贷款利率 你可以从100例 爱魁法克斯和环球联盟三家信用评级机构 分别获得免费的信用报告副本 并及时纠正任何可能损害你评分的错误 按揭证券公司提供的按揭贷款种类繁多 首期及申请资格的要求各有不同 大多数购房者选择30年的定期按揭 30年后还清利率保持不变 15年期贷款的利率通常比3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率低 但每月还款额更大 交费者金融保障局建议向多家贷款机构 要求同类型按揭贷款的估计贷款额以比较成本 包括利率和可能的贷款费用 许多州和一些市线提供首次购房者计划 通常将低利率抵押贷款 与首付援助和结束成本援助结合起来 税收抵免也可以用于一些首次购房者计划 3.家庭购物小贴士 一个好的房产经纪人会在市场上搜寻符合你需求的房屋 并指导你完成谈判和收房过程 你可以从其他近期的购房者那里获得经纪人的推荐 与潜在的房产经纪人谈话时 询问他们如何帮助首次购房者的经验 以及他们计划如何帮助你找到一个家 同样在选择贷款经纪人时 你也要多去咨询不同贷款经纪人的意见 来选择最适合你的需求 有些经纪人可能会提供比你能够负担得起的更多的贷款 你可能会感到压力 不得不在你的舒适区之外 花钱来超过另外一个买家的出价 为了避免未来的财务压力 根据你的预算设定一个价格范围 然后坚持下去 在冠状病毒流行期间 在线3D看房变得更加流行 这让购物者实际上可以在任何时间穿过一户人家 观察那些普通照片无法捕捉到的细节 他们不会提供亲自参观所需的所有信息 比如低谈的气味 但他们可以帮助你缩小参观房产的范围 当你亲自参观别人的家时 一定要做好防御措施 戴好口罩和消毒用品 打开你的感官 留意噪音 注意任何气味 观察家里里里里外外的整体状况 询问电器和管道系统的类型和年龄 以及屋顶 彻底检查一下潜在的社区 另一个考虑因素是通勤的方便 亲自检测一下房子的地点 是否在上下班高峰的时间对你便利 买房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很多细节难以理解 尤其是对于一个首次购房者来说 但是如果你知道该期待什么 提前做好调查准备 那么当正式进入买房过程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感到压力或困惑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更多的节目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